多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我們自家兄弟的驗樓影片 如果你有驗樓等等的需要 你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的WhatsApp link查詢報價 已經有不少需要收樓的觀眾透過我們享用了這個服務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們的影片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的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鐘就不會錯過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讚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這次我們又回來驗樓影片了 今天我們來驗樓的一個項目 就是由國內一個比較知名的發展商 中野集團興建的 就叫做日景龍灣 也是香港第一個項目 樓盤所處的位置就是深井這邊的青龍頭 也就是在豪景花園的旁邊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來這個位置 不用說了 在景觀方面 跟豪景花園一樣 看著整個漂亮的海景 而且是向南的 這一點的確值得一讚 正式開始驗樓前 先講一講這裏的配套 在豪景花園這邊就有個商場 超市、餐廳等等 中式酒樓基本配套在這個商場裡也會有 至於交通方面 在豪景花園就有幾條路線 若然是坐九巴的話可以去到旺角那邊 澳海城或者出荃灣御心廣場等等也有 另外也有一些非常虧的路線是可以去到銅鑼灣的 非常虧的意思當然是指朝早上班時間7點多 可能一至兩班等等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非常虧的班次可以去到火炭和觀塘 當然在這條路上也可以坐到小巴出市區 如果豪景花園那邊的居民就會好一點 他們有穿梭車回到全灣港鐵站 今天來拍攝這個鹽樓就是日景龍灣的 是由國內的發展商中野集團去興建的 一個小戶數的盤 即是叫做小市牛都 我們看到向海的華 景都漂亮的 就是看這個 大嶼山、青馬橋、馬灣 還有向南 景都向東南 進去分座就不夠大氣 在左手邊的小路進去 這邊有個窗 就是山景來的 這裡是總值的月館範圍 這裡是A、B單位 大陸的門口 大概這裡已經有這麼多東西 那視乎問題也不少吧 這裡是靚海景來的 那這邊是馬灣 青馬橋 大嶼山 那車聲就不算吵 其實對外這個環境是很舒適的 荃灣魚森那邊都很忙 這個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 是尾延的 空間感就頗不錯 因為 現時很多洗手間都做得很小 那你譬如說這個 挖動位坐下去完全不擠結 站剛空間也是可以 有些收邊做得不好 波浪位 上面門這裡也是一個收邊做得不好 上面門這裡也是一個收邊做得不好 有些燈了 那這條花紋對比起門口那個就已經少熱貨了 那個門格門扁位就有點鬆 那門的內部其實對比起外面已經好些了 這個按鈕就好像清潔做得很麻煩 這樣整塊油漆在這裡 那裡整塊樓 怎麼會有塗 大外 在這裡也說聲 這個單位 業主是燃樓的時候才買的 即是上年12月才買的 所以大致上 10月份 11月份 那些燃樓單位出現的問題 其實他是大概知道的 即是說質素不太好 其實他有心理準備的 不過按我們師傅驗完出來的感覺 應該那個發展商是有收拾過這些單位的 大個主人房 這個感覺很奇怪 這隻開到的窗應該是我見過的最誇張 但這個主人房看出來的景 就未可以用完這個這麼漂亮的景 因為它中間隔了一條白色的 類似柱位 其實是牆身 而這些在窗兩邊隔音的設備 也都影響了你在房裡 看出去的景觀觀感 這個框是什麼用途呢 沒想到 大家可以猜一下 一會兒可以猜 這裡的玻璃的角度 就有點難看得到 不過其實你看到 從這邊看過去 很骯髒 很骯髒 理論上這個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它又不像是純骯髒 好像是做到一塊塊織 很骯髒 這個天花板也是看上去的 差一點 還有這些海邊樓 真的要注意一些外牆 尤其是這些白色牆身 是第一 按師傅說 這些位置裡面的物料 全部都是用來隔音用的 這些玻璃都漂亮 就看上去就下次不太多 電動掣的開關 就是用來開隔壁的大槍 即是說 你是不需要推出去的 開完和關 都是用回電子掣就可以了 看不看的 很骯髒 很漂亮 這裡也是 好像有彈 找些東西找不上去 好 嘅 滲出來 下面這個 好像也滲得多厲害 但我這條膠邊有個洞 所以一定會難 下面也是 下面的條條是到底的 其實主要是這兩個 對 那些是假天花的 那些極合 樓也要拉出來 不夠長 嘩 有聲音的 沒有聲音的 沒有聲音的 喔OK的 有聲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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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有聲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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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位置 做得到斜度 一般 房間 收口位 沒有清潔 很少問題 然後這裡被關掉 門就不停 就是高低 然後這邊 裡面有問題 這裡 沒有收口 沒有口釘 我怕沒有拿走 這個櫃子 是免收口的 這些也是 然後 煮東西吃 也有個 很漂亮的 這裡有污漬 筆板 爆了 對 真的爆了 分了 收口做得差 折膠有 這裏 這裏做得不平 門就有些高低不平 裡面也有些問題 有山繡 欠收口 還有 撞得多一個 爆開 爛 高低不平的門 是水平 有花了 還有開關位 有刮邊 一般進來 看到這個門 初步上 我以為這個是雪櫃 因為有二開 原來不是 原來這個是那個 電錶位 還有我已經放到很多東西 但是 其實麻煩一點 因為你要移一移 把門 然後才開到這個雪櫃 炸櫃 上層就好 它這個是小雪櫃 大致上 廚房和洗手間 未去到很大問題 除了洗手間 有個小的位置 有積水 還有小瑕疵方面 會比較多 有一個 控制 就是它開關 然後這裡有一個 中掣 現在正在關 台這個位 發王 其實不是發王 已經是去到發核 真的嗎 對 然後呢 上面這些 都是一些 小問題 花了 有 氣泡 這個白色位 明顯 然後 剛才都說過 這些牆 其實做得很不美 不過 都真的不知道 那個油 我們怎麼收拾 好了 開估 這個框 其實整個 露台門 也有這個框 原先就是 給你裝隔音的彈 但 又 沒有裝 其實我不知道 他發展商 是預理自己裝 還是怎樣的意思 反正 師傅的意見 其實理論上 玻璃已經隔音了 沒有必要再裝 這樣的隔音彈 露台位置頂部 這些媽媽呼呼的 瑕疵 都會比較多 多一點 慶幸的是 全屋不是太多空庫位 長生問題 就不算多 都不重要 有一些 不算太平洋的連結 然後 這個不平的位 就真的 凝固了 這裏的問題 會多一點 那些 黏粉 沙粉 這些 這些應該就是 木 發黑 超濕的 都明顯 發黑 就不太平靜 玻璃 都是花了居多 師傅意見 都可以磨 不用換 玻璃這一部分 其實還算可以 露台框位 黑了一塊 師傅懷疑是有跡 然後 找到的空庫就是這個範圍 相當容易 用手也能敲到的聲音 這個位 原來也是空庫位 這個 去水有問題 估計是有點濕的 兩個露台去水位 都是慢的 估計 要不就失了 要不就是內籠的設計 在去水方面有一點問題 這部分也真的要靜靜 最後 就試噴水的測試 噴過水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覺得 全屋的質量問題 即使不少 但也不是很大問題 反而 這個設計 這樣擋了這麼多美景 我就覺得很有問題 包括主人房和客廳 都是這樣 本來這個景應該很美 但現在變了 要走出露台 才可以欣賞到 最壯闊的一面海景 今天日景龍灣的鹽樓 就到這裡 假如你也有鹽樓的需要 歡迎致電我們查詢寶甲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 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